昨天升了五百点 拨水流入的金额也有增加 港股的后市你会怎样看呢? 还有最主要要留意是否A股的走势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有几样东西 叫左右港股 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面一面慢慢 慢慢逐渐转好 为什么呢? 其实有几样东西我们看着 其实A股这段时间回落了很多 其实都是一些杀估值的情况 你见到零一时代 你见到那个创业版 其实回了很多下来的 但反过来这样说 其实A股我们开始见到 都有些资金流入进去 或者叫做中国市场 包括可能MSCI中国 或者叫做offshore的中国市场 其实都有些资金开始流进去 我觉得资金面上 开始有一点点向好 第二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断强调就是说 究竟我们自己会不会开始买入中港股呢? 其实我们自己已经开始 隔了接近大半年之后 现在开始买回中港股的了 那其中一个 当然我们要逐步看的就是说 那个内地的债市究竟在二月三月 会不会有些突然很吓人的消息呢? 那暂时市场看下去就开始是 在拨拨没有这些负面消息的 是的 那就是你见到 如果你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说 你看到那些内房 或者内险 内银这些呢 其实本应就是叫做 很多债务消息相关的股份 你见到都慢慢开始一波一波走高 那其实看来市场上面有一点点 在憧憬着 债市不会有这个结构性问题 是的 那再者第三样 我们去看的就是留意了 就是说其实资金有个偏好 就是当然你可能每天 好像会找到一两个板块去选 但是如果我们基本上看过去这两个星期 市场上面在选择什么呢? 就是除了你说短线就很明显 就是在追紧金融股之外 靠金融股扯上去之外 其实大家在选择一些叫做 息率比较高 股值比较便宜的股份 那而这里是 我觉得暂时可以这样看着先 短线看着25,500围 我们觉得上半年 就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嗯,好啊 那我见到昨天 我看到我们的两个月 我们有一个Bus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儿 在这个团坏